大家好 朋友们 十月三十号了啊 一转眼 月末了啊 这个 今天也是周末 礼拜六啊 现在十二点三十二分西班牙时间啊 这个 给大家读读粉丝的来信啊 一位坎爷忠实观众的来信 坎爷 您好 在这里先祝您身体安康 合家幸福 我看您的节目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非常喜欢您的节目 请问您可不可以做一期关于中国广电总局与电影与影视审查的节目 我是一个影迷 非常喜欢看电影 我非常厌恶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 请问您 知道国家电影局和广电总局那些官员 尤其是搞电影审查的那些官员的料吗 可不可以讲一讲 我只知道一个料 2009年广电总局 一个叫李京盛 啊 木子李 北京的京 繁荣昌上的盛 一个叫李京盛的官员 斥责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 窝居 这个内容低俗 实际就是内容过于真实露骨 就是直摆吧 直摆啊 结果被网友和记者 先后查实在北京有两栋豪宅 与剧中平民百姓在窝居中挣扎 形成鲜明对比 现在他在官场依然是春风得意 去年年底 中国市协 就中国电视剧协会吧 啊 电视界 电视界职业道德建设委员会 在京成立 他还被任命为委员会的委员呢 我发现我国啊 中国啊 自反腐以来 几乎所有部门都有官员被抓了 但就是没怎么见到广电总局 国家电影局 中宣部等官员被抓过 这些文化产业管理部门中 有人出事的屈指可数 意外的少 我印象中只有一个文旅部的官员 去年被抓过 这个现象有点蹊跷 您知道背后有什么隐情吗 央视的主持人张泽群 骂自己老家的河南卫视 在水灾期间还在播放七夕的晚会 但是央视自己却光明正大的举办七夕晚会 这是怎么回事 我发现央视元宵晚会的小品 都是照搬地方卫视的节目 并且动不动就用一些牵强附会 道德绑架甚至诋毁 诽谤的理由 指责河南卫视的晚会 而且央视明明自己的晚会 没什么内容 质量 跟始终打造精品晚会的河南卫视 压根就不是一个档次 每次开播却一直是他占了微博的热搜 河南卫视的热度则一直被压着 侃爷 央视是不是在用自己的权利和地位 打压地方台 您可不可以解答一下 希望您能收到这封跨越万里的来信 再次祝愿您和家幸福 也谢谢您 您给我发来电子邮件 也是看得起我 给我脸 这个我跟你说说 这个蜗居那个电视剧 我还真看过 那个电视剧不错 那个演一个贪腐官员 那是张嘉义 是吧 还有一对小夫妻 小夫妻的那个男的叫文章 是吧 文章当然是马依丽的前夫 比马依丽小八岁 生了一个女儿 后来离婚了 是吧 文章的演技还是不错 就是跟文章搭戏的演他女朋友的那个女孩 我我不记得叫什么名字 但是长相我还记得 还是挺清秀的 还有那个演那个女孩的亲姐姐的是海青 是吧 昨天晚上我还看海青的剧 叫媳妇的美好时代 他跟黄海波演的对手戏 是吧 俩人从这个争婚啊 最后俩人好了 结婚了 整个的过程啊 还是那种都市清喜剧型的吧 然后那个在那个 媳妇的美好时代里边演那个黄海波 他呃不是黄海波演那个那个海青啊 在里边叫毛豆豆 毛豆豆的妈 那个演员原来是空军政治部空政文工团的叫刘莉莉吧 然后八九六四学运啊六四民主运动的时候支持大学生 后来被那单位给开除了被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开除了啊 然后这个卧居当然是很真实啊 很多比如说北漂啊 护漂啊 什么广漂深漂在大城市谋生不易 对吧 然后那女孩有的就被一些官员就包养了 或者跟人家有一些这种啊 是吧 非男女朋友的这种情人关系吧 呃 我觉得没问题啊 那电视剧写的很好啊 后来也是受到一定的打压 呃 中国这个东西吧 是真话不能说 假话可以随便说 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啊 这种装的啊 这种假大空套化空话是吧 歌功颂德粉饰太平 会功伟过转移焦点 虚假繁荣对吧 啊 您说这个李京盛啊 在北京有两栋豪宅是吧 他可以有豪宅 但是他不管你死活 对吧 他就昧着良心来打压啊 所谓的影视分级肯定是存在的 在中国是吧 那个制定医疗政策的人 那都是在医院看病不花钱的 他不管老百姓死活啊 制定各种政策的啊 交通的政策 能源的政策 物价的政策 房价的政策 环保的政策 都是不管老百姓死活啊 还有啊 您说这个我认识不认识这方面的人 这方面的人我倒不太认识 其中有一个吧 啊 是我同学的妈 同学的妈原来是总政的 解放军总政治部 啊 他不是总政 他是总参 也叫国防部吧 国防部外事办公室 后来转业的地方 就去了广电总局的电影局 是电影局的办公室主任吧 现在也退了 现在我同学他妈 我同学你想想都 像我们这五十 五十岁都多了 他妈应该七十多了吧 这个原来他妈是电影局办公室主任 这个给谁帮过忙啊 给那个王中军王中磊 因为王中军王中磊 也是总政大院的孩子 然后跟我那同学 他们都一个大院的都认识 通过我这同学他妈 给他们帮过一些忙 最起码不会让你血本无归 是吧 可是最近那个 那个八百 那不是也是王中军王中磊 那华裔兄弟的吗 拖了一年多才让上市 你也不知道你哪个宝就压对了 你在中国 除非那种比较低俗的 啊 纯歌功颂德 或者一点政治不沾 啊 就是老百姓过日子 这种恐怕没问题 稍微跟那个公共事务 跟政策有关 都有可能啊 都有可能被打压 嗯 还有这个中宣部啊 关于中宣部的事 原来那个中央党校的有两个教授跟我一起吃过饭 我们十来个人一块吃饭 他们对中宣部的评价很刺 啊 还有那个广州南方人物周刊的原来的那个总编 啊 那个主主编吧 啊 这个我们也接触过几次 他也对中宣部颇有微词 啊 有的时候中宣部召集开会 连个那个文字东西都没有 而且来了之后不让你记录 啊 不让你这个拿小本记 然后就是说谁谁谁啊 不能采访他 有四个人 比如说最近有四个人的文章 不能见报 不能见杂志 不能上媒体 但是啊 通知你打电话来的可能就中宣部的一个小姑娘 就打电话让你来开会 开会说不允许记录 说搞的跟黑社会差不多啊 就那个中央党校的那个人 中央党校那个教授 他们我们一起吃饭 他就说他说中宣部是黑社会 他说他还跟他们那个中纪委住在中纪委住中央党校的纪检组的人吵过架 说那些人就是就是监视他们的吧 中央党校很多是文化人 他们比较敢说话 啊 还有您说这个中央电视台打压河南卫视等地方卫视的现象 应该是存在的吧 因为中国是等极致 他中央电视台 他就得最牛 是吧 你地方台办的好也不行 地方台本来就不容易 因为中央台覆盖全国 他到你的地盘来 但是你到不了他地盘 是吧 不过好像我们家那个 好像也能看到各地的电视台 现在都能看 都能看啊 我们邻居原来有中央电视台的 他是体育部的啊 我还认识一个纪录片导演吧 就是那个中央7 中央10还是中央7 科教频道 一个拍纪录片 叫人物栏目的纪录片导演 不过这些人 包括我们小区那个人 原来我们搞业委会 在北京朝阳望京啊 就让他进业委会 就想着是吧 央视吗 能不能给我们这个维权啊 带来一些益处 事实看来没有任何好处 他不会管你 他在单位是吧 他不会帮助你给你宣传啊 帮你维权啊 给你增加什么东西 他绝对不会的 都是混饭吃在中国啊 至于您说这个广电总局 电影局中宣部 有没有官员被抓过 还真是很少听说 很少听说啊 这个 之前反正是新疆西藏的官员 很少抓 因为让他们把边疆守住 啊 后来从这王岐山上台之后 新疆的西藏的也开始抓 但是中宣部的人 为什么不抓呢 广电总局电影局的为什么不抓呢 因为这些人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就是政权的合法性 把这些人都抓了 是吧 这个对意识形态的合法性 那就有可能构成了威胁 或者叫质疑 是吧 好吧 我就简单说这么两句啊